动物界大多都是雌性怀孕生产 但也有特例 海马属于海龙科的一类福奇鱼 不仅有不同于一般鱼类的外形 繁殖方式也相当特殊 此海马会将受精卵 产在熊海马肚子里的育儿囊 福育和生产的重大任务 则交给熊性海马负责 水利海洋生物水族馆 捕捉到熊性海马生产的珍贵镜头 一起来看看 海马爸爸挺着圆滚滚的肚子 不断收缩腰部 从腹部的育儿囊中 蹦出一只只又黑又小的海马宝宝 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这只海马爸爸 一共生下了一百多只的海马宝宝 这段难得的镜头 是在雪梨海洋生物水族馆里 所捕捉到的 影片中的海马 是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兵为物种的怀特海马 也被称为雪梨海马 海马爸爸用尽力气 生出所有宝宝后 勾住一旁的白色柱子休息片刻 海马是目前世界上已知少数 由雄性负责生育 这项重责大任的动物 这些海马宝宝一旦长大 将在四月或五月 从雪梨海港被野放 这是雪梨海洋生物水族馆 繁殖计划的一部分 虽然海马宝宝容易被其他鱼类吃下肚 但是保育人员还是希望 他们最终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在大自然中圣生不息 海马宝宝一旦长大任的动物